而中国大陆的现任的副总理李克强 在最近也特别的重申 中国了解欧洲稳定 对中国经济跟出口的重要性 因为欧盟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他也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经济体 所以李克强在周四的时候重申 中国将继续支持欧元稳定 也就是继日本跟韩国表态 中国将购买欧洲债券之后 中国很可能会出资至少600亿到1000亿欧元之间 来参与整个对欧洲的援助计划 《华尔街日报》则提出一个判断 欧洲危机一旦恶化将严重影响亚洲 而这个亚洲最重要的除了中国大陆 当然是台湾 我们度过欧债风暴了吗 现在问题中亚 欧洲中亚银行 中亚银行已经发 大陆社保基金理事长戴向龙刚刚从欧洲考察回来 他掌控中国近一兆人民币资产的养老金 有个专门研究欧洲的投资团队 中国第一季经济增长是低于预期的8.1% 原因是内需的成长无法弥补外貌的萎缩 对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出口下滑了1.8% 其中对意大利更是负成长29.4% 而这个南欧国家正是中国鞋类 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的主要出口地 欧洲的状况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速 而是航行长佐利克认为 尽管欧洲避免了无秩序的违约 但离欧洲复兴还有一段路 如果我来专门在这一年和接下来 我会专门在伊丽和斯坚 贝斯是2%的经济 它们被拒绝了 它们被拒绝了 英国比较小 再次进行一些改变 那些国家不太大 去改变美国的经济 西班和伊丽 现在有良好的报道是 西班和伊丽 在国家的国家 在在国家的国家 在国家的国家和国家的国家 正如是首席曼蒂提提的 最难的报道是 它很难做国家的国家 在国家的国家 非常难 佐利克认为 欧洲最根本的问题 还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而这需要经济增长的支撑 4月初 意大利总理蒙蒂访问北京 并出席海南的博鳌论坛 它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来找中国这个大金主 而对中国来说 这是个自助助人的命题 巴鲁总理温家宝 上周展开欧洲四国的 春天之旅 第一站就是冰岛 冰岛在2008年平临破产 加上欧债危机挥之不去 让中兵两国总理会晤 焦点全落在扩大双边贸易上 冰岛抛弃过去 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政治井估咒 争取明年率先建立中欧之间 第一个自由贸易区而努力 要扩大市场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努力实现2015年双边贸易额 达到2800亿美元的目标 温家宝第二站来到德国 同样被当成财神爷般的欢迎 虽然拐弯抹角表达援欧条件 但务实地让欧洲人见到曙光 除了加大对欧洲的投资 在欧元区防火墙资金筹目上 也是双方讨论的焦点 过去中国一直强调 要看欧洲怎么做 再决定怎么援助 梅克尔也直接切入 欧债核心议题 为寻求澳元一直向中国方面解释 今年以来欧洲所做的努力 如果 RMF和欧洲央行 就是目前仅存的两个 3A级的金融机构 能够适当地做出一些 这个结构的 特别是解决欧债的 细节性的步骤的话 中国可以 有选择的 试担的 减买一些 欧洲的 事实上上周 RMF总裁拉加德在华盛顿表示 以获得成员国承诺 增资4300亿美元 中国央行表态 不会缺席增资行动 一般预料是不会少于日本的600亿到1000亿美金 而通过参与增资变向去救欧洲 更借此向RMF的份额改革施加压力 从4月中以来 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这么密集的访问欧洲 对欧债的关注 也反映出对自身保增长的忧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